1977年,罗瑞卿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,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。此时的他已是72岁高龄,虽然因为腿伤坐在轮椅上,但工作起来却屹立惊人。他常说,我今年72岁,要当27岁过。 我要把72岁当成27岁一样工作,这是罗瑞卿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,成为邓小平助手后说的一句话。但是,由于腿部残疾,导致工作多有不便,罗瑞卿迫切希望自己的双腿能够正常走路,继续为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 罗瑞卿腿部残疾后,扎爱萍向他推荐说,福建民间治疗骨科的秘方以及技术都非常好。于是,在邓小平的批准下,罗瑞卿与夫人郝志平一起来到福建。 在这里,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皮定君以及政委李志民都对罗瑞卿非常照顾。皮定君他们不但为罗瑞卿提供了愉快的治疗条件,还特地请罗瑞卿吃饭,费心费力为罗瑞卿找了当地最有名的医生治病。 对此,罗瑞卿非常感动,也对治好腿抱有极大希望。 在医生的精心治疗下,罗瑞卿的腿有所好转。 1975年8月,八一招待会后,罗瑞卿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。 4年9月9日,毛主席去世,罗瑞卿悲痛万分,坚决要求到天安门广场去参加毛主席的追悼会。 他说,我就是爬一药爬到天安门去。 在儿子罗宇的陪同下,罗瑞卿乘车来到了天安门广场,在向毛主席的遗体告别时, 罗瑞卿坚持不要儿子搀扶,用自己刚刚能够站立起来的双腿,走到毛主席的遗体旁,静静端向着,气不成声,久久不愿离去。 1975年,罗瑞卿腿部初见成效。 1977年7月,党中央通过了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定。 随后,在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,罗瑞卿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。 此时的罗瑞卿已经72岁了,但是,他依旧干尽十足。 信心满满地说,我要把72岁当成27岁一样工作。 很快,罗瑞卿就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,他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,而且,常常都是坐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,长达五六个小时。 但是,他那刚刚有所好转的身体,根本扛不住这样的工作强度。 没多久,罗瑞卿的身体情况就恶化了。 邓小平得知后,亲自劝说罗瑞卿到解放军总医院进行治疗。 罗瑞卿听从邓小平的劝说,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。 期间,邓小平关切地提醒罗瑞卿老罗,身体要紧,你不要太拼命啊。 但是,还没在医院待几天,罗瑞卿就吵要出院,要工作。 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后,罗瑞卿一直都是如此重视工作。 如今,想要让他改变想法,以身体为重,是非常难的。 当年新中国刚刚成立时,社会非常不安宁。 身为公安部长的罗瑞卿,夜以继日地操劳,在他的领导下,仅仅三个月的时间。 北京市公共登记特务分子就有3533名,反动分子3243名,缴获枪支98支,反动党团组织基本被消灭。 除此以外,罗瑞卿还率先在北京进行了禁毒,禁毒以及关闭妓院的严措。 一夜之间将全市的224家妓院全部关闭,解放了妓女1268人。 到1952年,祸害了中国人民100多年的鸦片等毒害得到清除。 赌博也基本被杜绝,社会风气大大好转,广大人民群众拍手较好。 虽然日理万机,罗瑞卿常常都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。 但是,只要主席秘书处打电话来让他前去,罗瑞卿都会马上前往主席那里。 他还多次嘱咐周围的工作人员,凡是毛主席,周总理,刘少奇以及朱总司令来电话,不管什么情况,一定要把我叫醒。 因此,无论是毛主席,刘少奇还是周恩来召开会议。 罗瑞卿从未迟到过,更没有早退过。 每当罗瑞卿半夜两三点从毛主席或者周恩来那里回来,依旧不会马上去休息。 多年来,罗瑞卿从没有过过星期天,也没有节假日。 甚至在节假日的时候,他更加忙碌。 罗瑞卿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,毛主席非常满意。 毛主席曾风趣地说,只要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,我就感到十分放心。 因此,罗瑞卿很快就出院了。 此时的他,不再满足于坐在办公室看文件,还想带头深入基层解决问题。 林彪垮台以后,我就盼望着站起来, 重新做我的罗长子。 同志们,你们要知道,现在的时代就是一个努力站起来的时代。 现在的中国就是一个努力站起来的中国啊。 于是,在1978年,罗瑞卿拄着双拐,到处去视察工作。 下了部队后,由于双腿走路不变,相关领导想要让罗瑞卿坐在轮椅上,让人抬他下坑道。 罗瑞卿果断拒绝了这个提议,坚持拄着拐杖自己走下去,一直走到坑道最深处。 此次下部队,双腿不变带来的影响让罗瑞卿印象深刻,也让他治好腿的决心更大了。 但是,他担心时间保证不了,会耽误工作,再加上国内在这方面的材料与技术都是刚起步。 对此,罗瑞卿非常痛苦。 此时,邓小平再次提醒到,老罗,你要抓紧时间到医院去治疗,进一步促进罗瑞卿下定决心治疗腿部的,是夫人郝志平的病情。 同样是在1978年的春天,郝志平被发现肺部有个阴影,而且越长越快,医生说只有动了手术,才能知道是良性还是恶性。 手术过后,医生确定是恶性的,虽然罗瑞卿早有心理准备,但听到这个消息后,还是难以接受。 吃饭时,他呼吸急促,难以下咽,独自坐在病床上抹眼泪。 哭过后,罗瑞卿平静地对儿子儿媳说,我已经想好了,要出国去治腿,以后再也不要你们妈妈照顾我。 为了更好的工作,也为了减轻家人的负担,罗瑞卿下定决心出国治疗。 于是,邓小平批准了罗瑞卿到西德治病的请求,1978年7月18日,罗瑞卿在夫人的陪同下,乘坐飞机来到了西德,住进了海德铺大学古科医院。 手术日期定于8月2日,手术的前一天,罗瑞卿的夫人郝志平放心不下,专门带着一束鲜花来到医院看望丈夫。 罗瑞卿笑咪咪地冲他白白手说,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 手术的那一天,罗瑞卿被提前推进手术室,郝志平赶往医院后,没能见到丈夫,内心非常不安。 好在,经过四五个小时的交集等待,手术室内终于传来了好消息,手术成功了,郝志平激动得掩面流泪。 此时的他,迫切想要见到丈夫,但却被医护人员拦住,他们害怕病人术后感染。 无奈,郝志平只能继续等待,傍晚时分,麻药散去,罗瑞卿苏醒过来。 此时的他,看上去状态还不错,他还用英语对医生说了晚上好,医生则告诉罗瑞卿你明天就可以下床了。 晚上十二点的时候,罗瑞卿的情况依旧稳定,但是,医护人员依旧没有同意让郝志平去见罗瑞卿。 无奈,郝志平只能不情不愿地回到宾馆。 期间,罗瑞卿手术成功的消息通过驻西德五官处,汇报给了国内的总参作战部作战值班室。 值班员在念完值班记录后,突然间掌声四起,大家三五成群地讨论着,为了尽快将这件大喜事汇报上去。 接班的同志还未等当班值班员全部讲完值班情况,就离开作战室,前往作战值班室,拿起电话,给总参与军委各领导的秘书汇报罗瑞卿手术成功的消息。 各个领导秘书听到这个消息后,无意不是兴奋异常,高兴地说道,太好了,太好了,我立即报告首长邓小平等人听到这个消息后,非常高兴。 传话让好志平同志照顾好罗瑞卿的同时,要注意休息,大约在北京时间9点10分,工作人员就将罗瑞卿手术成功的消息向各位领导全部汇报完。 此时,工作人员依旧按捺不住兴奋之情,他不由自主地与搭档齐玉成参谋一起感慨。 罗总长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总参谋长之一,无论是工作能力还是成绩,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提并论。 就在他们讨论的热火朝天时,作战值班室内驻西德五官处的专线电话再次响起,工作人员接起电话后,听到了一阵哭腔,对面的李五官似乎是哭着说道,总参作战值班室吗? 罗秘书长逝世了,由于过于突然,工作人员惊恶不已,还以为自己听错了,用疑惑的声音大声问道,你说什么?我没有听清楚。 随后,传来了李五官更加急促的哭声,他断断续续地说道,罗秘书长因为突发心肌梗塞,经抢救无效,于是长辞了。 逝世时间是北京时间9点40分,听完这些,不敢置信的工作人员将自己写的记录,向李五官重复了一次,询问道,我记得有没有错误? 对方回答,没有,就是这样的,工作人员泪流满面,一边擦眼泪,一边看桌子上的万能表,此时正好是北京时间10点10分,很快,这个噩耗被报送总参以及军委领导同志。 几乎每一位领导同志的秘书接到电话后,都不敢相信地问道,你没有听错吧?怎么可能啊?刚刚不是才报了喜讯吗?太可惜了,太可惜,我们都盼望着罗秘书长再次整军备战,将我军建设得更加强大呢。 8月10日,罗瑞卿的灵鹿被专机接回国内,邓小平悲痛地说道,不幸啊,太不幸了,怎么会这样?他后悔道,当初就不该批准罗瑞卿去西德治疗腿,而此时,大家的脑海里还回想着罗瑞卿出国前的话,等我回来就可以扔掉拐杖了,我们一言为定,你们送我出来,再接我回去。 当时,罗瑞卿的夫人郝志平还想着,最坏的结果就是治不好,万万没想到,罗瑞卿手术成功了,却因为突发心脏病,永远离开了大家。